福建泉州的李先生声称自己是个幸福的男人 因为从跟妻子一见钟情到恋爱结婚 短短七年 妻子就为他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就在去年 当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不久 妻子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向法院起诉离婚 就是要离婚了 我已经起诉了 由于第一次开庭 法院没有判离 万女士竟然在时隔半年后决定再次起诉离婚 这可把李先生急坏了 他声称 两人之间既没有信任危机 也不存在经济问题 所以对于妻子突如其来的离婚诉讼 他完全摸不着头脑 为了找到答案 李先生从福建连夜驱车700公里 赶到了江西南昌 走建家庭不是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突然一下生完第三胎 突然跑去起诉 这一下我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蹊跷的是 之前不肯接受调解的万女士 最终同意调解 竟不是为了改变丈夫 挽救婚姻 而是单纯为了加速离婚 就是加速我们去离婚吧 我们两个早上早好了 真的很痛苦 既然这段婚姻让万女士如此痛苦煎熬 为什么她不早点离婚 而是接连生下了三个孩子 在万女士执意准备二次起诉离婚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这个家庭怎样的顽旗 伴随调解的深入 我们发现这个家的矛盾 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不仅婆媳矛盾日趋白热化 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 也是剑拔弩张 势通水火 以前她们无礼比把妹露出来 现在就是无礼比把妹露出来的 从一开始我丈母娘就没看上过 婆婆和岳母 这两个她们婚姻中的关键人物 是她们婚姻的症结所在吗 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 李先生能否找到答案 挽回妻子的心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突如其来的离婚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唱调解员北辰 欢迎北辰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万女士和李先生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 各自的诉求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是想坚持离婚 今天你愿意来这里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加速我们去离婚吧 就是也给她一个明白 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好无辜 一直都觉得 还是能跟我相处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 早上早好 真的很痛苦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而且还是起诉离婚 而且还是起诉离婚 让她觉得很突然 很费解 对于妻子离婚的原因 李先生是一头雾水 不料 万女士却告诉我们 早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她就有了离婚的念头 我跟她也是结婚比较仓促嘛 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 刚开始认识才几个月 然后就意外怀孕了嘛 然后就奉旨成婚的那一组嘛 才领的结婚证 自从生下大女儿之后 我就认识到她真实的面目 就闹得很严重了 那个时候所谓的真实面目 是指什么 就是她这个人 就是不太会关心了 不会考虑我的感受 哪怕在我坐月子的时候 最需要人的时候 情绪也不好的时候 她还认为我是无力其闹 也不会帮助我去 分担一些那些 照顾小孩子啊 然后我身体方面 她也没怎么去关心我 在那个阶段的李先生 有感觉到有问题吗 没有 你什么也感觉不到 因为他发脾气地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有点难听 当时确实也没什么理会 他说我就跑出去玩 也没什么在乎 就是这样 因为我出去坐了一下 回来他又好了嘛 他都笑眯眯地跟我讲话 我就没怎么放在心里 反正又回去 从前过日子一样了 李先生觉得 两个人结婚过日子 有点小摩擦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对于妻子 在坐月子期间 所表现出的不满 她压根没放在心上 而那时 对于她的弹幕和不关心 万女士虽然觉得委屈 但也还是想 再给彼此一些时间 去观察和了解 大女儿满月之后 她就在李先生的提议下 把大女儿交给婆婆照看 跟着李先生外出打工了 可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 外出没多久 万女士就发现 自己竟又意外怀孕了 我没有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又是意外吗 是因为意外 这次意外怀孕 打断了万女士 想与李先生 再处处看的想法 带着一丝无奈 她将第二个孩子生了下来 可在第二个孩子 由谁照看的问题上 夫妻俩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那个时候我在上班 因为小孩子 我是想自己带 她是故意把小孩子 带到她妈妈那里去的 她要给她妈妈带 我不愿意 没经过我的同意 后面就我上班 主要是考虑到 小孩子也带得不好 我就有空就去看 结果就那个奶瓶啊 都好脏好脏啊 她妈妈就也不去洗 家里的那个地啊 垃圾啊 好高哦 很脏很脏 连那个在他们 做生意的地方的人都说 哇 好不爱卫生哦 你带不了小孩子 你就不要带了 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 我在上班啊 我又带不了 跟他相处在一起 我也没办法带 比如说 当你看到了 这些问题的存在 你回来以后 跟他有沟通吗 我说你妈妈带两个小孩子 带成这样子 我说我现在上班 我也尽量去帮忙带 她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带 我那个时候就跟他 闹了很大的矛盾 那个时候就要离婚了 不是 不是我硬交给我妈带 那为什么在他这么坚持的情况下 你还是坚持你的坚持呢 因为有一次嘛 我在在泉州的时候 刚刚他是带那个老二 我在外面发生家里带小孩 刚刚那个时候 我叔叔过得找我 他说你小孩在里面 房间里面 他说我老婆没在房间里面 把门锁上了 接着我叔叔电话 我马上赶回来 赶回了我老婆 那时候也刚刚也回来了 我说你要死了 他说没要死 被女儿反锁了 我说当时干嘛去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买赛事干嘛去了 就是让你 一个人在家 对 那个插板 全部在地下 那个没记 我明白 你觉得危险性太大了 然后我就一下赶回来 就把用脚把那个门拆开 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 所以你决定把孩子 送回你妈妈身边带 李先生表示 孩子交由母亲照看 比让妻子照看 更让他放心 可在万女士眼里 这都是丈夫找来的 借口和说辞 丈夫之所以坚持 把两个孩子 都交给婆婆照看 其实是听了婆婆的指挥 他妈妈那个时候 也做一件事情 还非得要带两个小孩子 什么叫非得要带呀 他自己上班 还带小孩子啊 然后我说 你的这个前台词的意思是 他妈妈争着抢着 要帮你们带孩子 婆婆是来夺爱的 对呀 他就是这样子 带我大女儿 然后我大女儿 对我没感情的 看到大女儿 跟自己不亲近 万女士心里 很不是滋满 为了增进母女感情 他提议 把小女儿 带在身边抚养 对此 李先生并没有理会 再次以条件 不允许为由 把两个女儿 继续留在老家 更匪备所思的是 之前的矛盾尚未解决 万女士又坚持生下了第三胎 既然二女儿出生 在你看来已经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 这三胎又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前面生了两个女儿嘛 然后就是也想生一个儿子 最主要是我女儿也那样说 她说妈妈给我生个弟弟 因为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说 我就觉得也要满足她吧 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 从两次意外怀孕 生了两个女儿 再到贸然生下第三胎 万女士在生孩子上 似乎总是那么任性 对丈夫的提议 也是不管不顾 她提出生第三个 我说等我的事业稳定再说 她对我发火 伴随小儿子的出生 孩子由谁带的问题 再次摆上桌面 这一次 万女士明确提出 要把小儿子带在身边 李先生则再次 以时机不成熟为由 不顾妻子的阻拦 把小儿子送回了老家 至此 万女士心里的火药桶 被彻底引爆了 随即她放下手头的工作 直奔老家 打算执命婆婆 要回三个孩子 不料迎战她的不是婆婆 而是小姑子 七年年底 我老婆给我回来找一个礼拜 她在我家里闹 跟我妹 她们都闹 那时候我在外面 然后我妹妹就打我电话 她说你 她说我老婆就是大嫂吗 她说一直挑刺 我说你又亮着她一点 她毕竟是你大嫂 我发心也跟我妹讲 她说哥我知道 我说你又不你就去 家里去吧 言不见为敬 对 我妹也是一根筋一样的 所以跟她对着干的 都是这种 我妈又打我老婆电话 老婆接着电话一不说话 打了五十个也不吭声 挂了又打了不吭声 然后就发气息 我说老婆大人 你亮着一下我妹妹 我妹妹毕竟是嫁出去的 有作用吗 没作用 然后我就在外面 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打我妈的电话 我妈也说不管 儿子是我带的 我坚决不同意 儿子给她妈妈带 然后女儿我也想 她强行送回去的吗 再一起带 对啊 我回去我就直接 把我之前在外面 这些不满了 都跟她说嘛 好上好气说嘛 我哪里敢骂她 那妈妈 我那次回去 直接就是她女儿 跟我挡在前面 就替她出头 小姑子 她还厉害了 我都没说什么 她还说叫我出去 叫我找一个好老公去嫁 哪有这样子说话的 然后我就在她们家吵了呀 李先生 如果跟你妹都搞成 这个样子了 那为什么儿子 你还是那么坚持地 要放到你妈妈家带 就是这样想着 等小孩在家里 堵满那个幼儿园 就想把小姐们 家在身边堵书 接出来 必须又把其他东西 又办好 压力是吗 对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夫妻二人 谁也说服不了谁 李先生为将来所做的计划 和筹谋 万女士不理解 也不支持 万女士对与孩子之间 进行情感链接的渴求 李先生也没设身 处地地去感受 双方都有自己的打算 又都无法彼此体谅 夫妻间的裂痕 越拉越大 乃至于李先生的母亲 也被牵连其中 那么李先生的母亲 会如何看待 儿子儿媳之间的争执呢 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 他又持什么态度呢